搭着工作车中和国港里里长苏俊奇 开始每天他的打扫工作 上午及下午各花一个半钟头 整理巷弄环境 因为上任后发现环保的工作 光是靠清洁队或是志工是不够的 必须持之以恒进行 所以决定亲自来整理 每天这样做将近四年了 渐渐展现成果 我旧任以来 觉得说里内的环境不是很干净 就是有纸屑啊 有狗大便啊 有瓶瓶罐罐啊 那些黄仲岳的小广告很多 造成这个生活上很脏乱 所以我自105年的7月开始 就每天的上午8点半 8点到9点半 下午3点半到5点 每天用3个小时到4个小时的时间 打扫我国光里整个里 把它打扫得非常的干净 林里环保工作包罗万象 他说思想广告是最令人头痛的 撕了又撕 永远撕不完 他认为环保局应该要加强 稽查开阀 嚇阻这项脏乱的源头 而提升环境 加强绿美化也是重点 因为里内没有公园 修剪植栽 希望能够将绿化带入社区 以身作折 李明看在眼里 感觉很感性 他有时候大太阳 不管很冷 下雨天 有时候毛毛雨 没有戴个帽子就出去 我说里长下雨的休息 可是他不为风雨 每天都在外面为民服务 扫地一天两次 是真的非常的辛苦 有时候夏天真的很热 他也是这样子 整理布告栏也是工作之一 一百多个每天轮流做 不希望成为脏乱的死角 每天做积少成多 由小角落到整个社区 也希望能够借此影响更多人 一起重视居家的环境品质 记者卢秀娟 新北仓报道